它裡面為什麼不開放? 是不是社會局?主管計劃用社會局 裡面為什麼不開放? 所以你現在是說那個計劃道路兩側的話裡面的 為什麼不開放是不是? 那請聽一下社會局做一下回答好不好 大家好 那就是我現在大概跟大家報告一下園區裡面的現況 那現在大家應該如果有經過那邊的話 就是知道說裡面還是圍離圍起來的 然後如果就是可能你墊高腳還是說從遠處看 它其實裡面是比較雜草重生的 那就我們所知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工程在進行 那我們也有派公園那邊有一處保全在圍館 大大陸也有一處保全在圍館 那其實是擔心民眾如果進去的話 因為它裡面我們現在目前就是有那個 就是有水坑的話我們把它填平 然後單身 因為其實我們擔心那邊會滋生蚊蟲 那現在我們也委託廠商在裡面進行出草的作業 那為什麼現在不能開放 其實是因為它裡面 基本上它之前BOT案留下來 它BOT案把那個建築物拆除之後 它其實還留下很多鋼金水泥 還有建築物廢棄物在裡面 對所以就是進去 連我們進去走的話 也都是只能走在平常 它原本你就有 有的就有紅磚道上 對所以其實它裡面如果要開放成公園的話 其實還要花一筆更多的費用去試做 那由於因為我們之後 社福設施現在其實已經正在 就是加強規劃了 所以我們就是 其實它很快大概在兩三年後 我們就會開始動工 對所以我們經過市府整體評估之後 所以目前就是我們就是做好衛生安全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現況的維持這樣子 那我想我大概回答一下張先生你提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事實上廣磚的話計畫道路裡面的話 現在為理所為的部分的話 事實上那個真的是有些工程廢棄物的話 事實上還在地上 那事實上有時候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整地的話當然要成本 那只是說今天的話 市府願不願意花這個成本去整地之後 後面再跟BOT的廠商來要這個東西 我覺得基本上概念是這樣 說說事實上後面的話 不管是設施地上的廠商 或者說取得那個社福用地開發的廠商 事實上它到最後都要做這個整地的工作 所以說這整地的工程 預算的話基本上也都是 說出來就是說你今天 如果說你事實上 即使提早出了社會後面 你還是可以跟在那個 商業區設施地上權的時候 或是在整個社會用地包包的時候 一併的把這整地的費用給拿回來 現在我想民眾的要求是說 既然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事實上建議整個 就是社會區這邊的話 是不是提早 就做整地 然後事實上就把這整個圍儀就打開 然後讓民眾去使用 尤其是在整個社福設施還沒有發包的時候 我想張先生的意思應該是這個意思 是不是 所以說社會區的話 可能要把張先生的意見 然後帶回去給王浩、王局長參考 那接下來我們進行到下一輪 好不好 好 還是誰好 我